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件大事啊 我相信很多同学看到这个新闻就得开始担心啊 这个大事那就是比亚迪准备要去印度合资开办新厂 我相信很多同学啊,就得出来评价啊 这个印度是一个杀猪盘,你比亚迪干什么去了 你没张眼吗 富士康刚跑,郭台铭刚跑 你比亚迪又往里冲,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啊,大家不用去担心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印度的杀猪盘更厉害呢 还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厉害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这个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的啊 路透社报道啊 这个比亚迪和总部位于海德拉巴的这个私营企业 已经向印度监管机构提交了组建电动汽车合资企业的申请 而且一名知情人士称啊 比亚迪的长期计划是在印度生产从仙背车到豪华车型的全系列 这个车款啊 报道称比亚迪啊提出的工厂总产量还不能明确啊 有消息人士称啊 比亚迪计划在几年内将印度的电动汽车的这个产量提高到十万辆 但在此建立供应链的过程中啊 很可能会先采取将汽车零部件运到印度组装的模式啊 然后消息人士还说啊 比亚迪投资计划还包括在印度建立充电站研发和培训中心等 不过呢 这个消息啊 这个比亚迪啊 总公司和印度的商务部和重工业部还没有回复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首先啊 大家那个担心 我估计要开始了 对不对 这个印度啊 是一个杀猪盘 你比亚迪还去干嘛 其实比亚迪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设了分公司 并且在印度当地啊 已经有了一家生产16车型的工厂 现在这个消息呢 是宣布啊 要建一个合资的新厂啊 而且据这个报道显示的呢 那就是全部系列的比亚迪的车型都要放到印度去生产 我相信很多同学会担心啊 不过呢 先跟大家讲 不用担心 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大家肯定会先想到关于富士康 关于郭台铭从印度跑掉的那个新闻呢 然后啊 印度杀猪盘 所以说呢 富士康跑了 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富士康从印度跑的这个新闻 到底原因是什么 这个富士康没说 印度也没说 但是这个原因我之前跟大家推理过 不过呢 今天我还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 我对于富士康从印度跑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是一个杀猪盘 大家把这个把大家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啊 就知道印度这个国家能不能够投资 首先啊 咱们从印度的市场的角度上来说 对不对 印度也是14亿人口的一个市场 你去那投资 你去那投资 怎么说 对不对 也能够赚到一定的钱 不过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印度这个国家 因为他种种性制度这个文化的影响 导致哎 他杀猪盘的产生 但是不管怎么说 印度是一个国家 就像刚才跟大家聊的啊 关于芯片行业这一块 美国啊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啊 去印度开会也是确定了 要跟印度在芯片领域进行合作 印度想要做啊 印度自己的芯片制造业 其实跟美国的观点能够对得上 因为美国成本高 就像张忠谋所骂的美国一样 都在去美国生产 成本增加40% 印度的水电 印度的人工 印度的土地等等等等一系列 其实他的成本比较低 去印度生产 按照这个纸面上的数据来说的话 他其实是合理的 所以说美国那个时候 希望能够与印度一起 打造一个芯片的一个产业链 对不对 可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的这个想法失败了 从富士康的跑掉就可以看得出来 富士康为什么跑 真像很多同学所评价的 富士康是感觉到了印度就是个杀猪盘 所以说提前跑了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有 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很多同学的这种想法 我估计是因为受到了台湾媒体的一个影响啊 总而言之 富士康没有任何的问题 都是印度太坏了 对不对 富士康想要去啊 这个印度投资 结果印度杀猪盘 不给富士康更多的好处 所以说呢啊 富士康跑掉 这个郭台铭跑掉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印度想不想要发展自己的芯片行业 当然想 任何一个国家都想 对不对 任何一个国家都想啊 把一些好的行业 好的企业 吸引到自己的国家上来 你不管他是不是杀猪盘 对不对 杀猪盘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只杀猪 只放血 不养 对不对 从别人家里边抢过来一头猪 然后杀掉吃 还有一种是养肥了再杀 对不对 养肥了再杀 对于啊 这些芯片行业啊 包含新能源行业 如何养肥呢 把你的技术人才 那个技术给学过来 对不对 把你的这个这个所有的啊 这些先进的一些生产的一些能力 给学过来 然后杀了你 我能做呀 印度哪怕是一个杀猪盘的心态 他都要把你的能力 学过来之后再杀 对不对 这才叫真正的杀猪盘 你抢过来杀 抢过来杀 你抢一回行 第二回你就抢不着了 你敢来别人打死你 对不对 印度抢吗 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呢 不管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比如说想要发展芯片行业 他当然是想的 哪怕他是有一个杀猪盘的心态 也是想要发展自己的芯片行业 让自己这个国家啊 更加的强一点 印度想不想发展 想发展 可是富士康为什么跑掉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你不管做什么样的行业 你的第一目标 你都得赚钱呀 对不对 你啊 如果是啊 注定要赔钱的一件事情 你肯定会跑啊 你做的事情是一个赔钱的事情 哪个企业 哪个国家 哪个老板愿意一直的赔钱 钱多烧的是吗 有钱没地方花了 就奔着赔钱而去啊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不管富士康与印度啊 这个决心有多大 但是现在开办这个芯片制造业的这个新厂 都是一件倒霉事 大家也都知道啊 第一 现在芯片产能过剩 现在这个世界又是一个经济啊 有点衰退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对于芯片的需求有没有有 但是没有那么大了 包括韩国对不对 那个芯片的库存越来越高 他也是有一个原因的 为什么芯片库存越来越高 就是因为需求降低啊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那需求降低 然后你你再建啊 这个芯片的新厂 你可卖的这个市场 那就就少啊 你卖不出去你的芯片 你这个厂子 你还能怎么样存活呢 这是方面一 方面二是什么 那就是关于最中国最近的这个啊 甲折这个算是半导体原材料的这个出口管制 这个出口管制直接导致导致出来的效果就是原材料这个价格高涨 芯片的原材料价格高涨 芯片原材料价格高涨的话 那个新厂他的这个良品率又提没有提上来的时候你的成本又过高 需求降低成本过高 你说能不跑吗 你是老板你不跑啊 对不对 眼看着未来 别说一别说十年 未来三年内 看起来都要赔钱 你能有多少钱赔啊 你自己弄了个厂子出来 肉眼可见 至少三年要赔钱 你说你会会啊继续的投资办这个厂吗 这就是印度与富士康为什么分到原杨标啊 我给大家的一个观点 对不对 你赚钱的话 你拦都拦不住啊 你要拦着他去投资 你跟要他命一样 赔钱的话 没人干吧 这就是杀头的生意 有人干 赔钱的买卖 没人干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对不对 你看一看现在芯片制造业赚钱吧 你看看韩国 GDP从第十 现在已经变到第十三了 你说韩国好过吗 韩国的这个出口 连续16个月的逆差 这连续16个月的逆差里边 这个关于芯片的出口 那掉的又是最大的 韩国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三星的工厂都在良品率挺高的 然后他其实都遇到这种问题 你说富士康去印度设厂 关于要弄那个芯片 他未来能赚钱吗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啊 不简单的是啊 什么杀猪盘如何如何的 咱们看清楚了富士康啊 这种行为 咱们再看印度政府 印度政府想不想要发展自己的芯片行业 想 对不对 当然是想的 哪怕他是杀猪 他也想 哪怕他是啊 先把你的技术学过来 然后再杀你 他也想 对不对 芯片行业毕竟是未来的行业啊 可是现在眼看着印度的芯片行业做不起来 那怎么办呢 新能源行业也是未来的行业啊 比亚迪宣布投资印度啊 然后的话再造第二个厂 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事情 大家想想是为什么 很多同学担心啊 没必要啊 干嘛要去印度投资啊 在中国自己扩自己的产能不好吗 这就是问题来了啊 去印度啊 然后的话 为什么对于中国的企业 其实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比亚迪会去 然后对于比亚迪来说 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这就要讲到一个自信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自信是什么 这个自信你要看到印度人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 印度人的自大 他代表着什么 他也希望自己强嘛 印度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 他也希望能够立于于立足于这个世界民族之灵 对不对 然后也想要做大做强赛爽辉煌 他的新变行业不行了 你的这个新能源行业进去 印度人想不想要 对不对 印度人想不想要 当然想要啊 那起码也是一个未来的行业 必然印度想要发展 这是一点 第二呢 对于中国来说 你看到了印度有这种想法 然后他假如你不去印度投资 印度真的是杀猪盘 你不你到最后你不去印度了 那印度这个国家就没发展了 他最希望的得到发展 杀猪盘他也得吃猪肉啊 他也得让自己长肥一点 对不对 养肥了肥猪 你起码学会养了这个猪之后 你把猪杀了 你再来养一头猪 养成自己的猪杀猪盘嘛 对吧 把别人的猪变成自己的猪 然后你也得有养猪的本领啊 印度既然想要发展 你看到了这一点 对不对 那你就哎我去啊 假如他要真傻 那就不来了 以后就真没人来了 对不对 真没人来了之后 印度这个国家如何发展 新能源新能源这块做不了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芯片芯片这块做不了 印度还能做什么 这个国家彻底放弃 对不对 彻底完事就完事了 真的就完事了 就这样一个结果 就俩字完事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 第二 你去印度投资了 然后的话 印度没有杀猪盘 印度这个国家14亿人口 对不对 可能大家会说 印度的这个收入啊 还没有提上来 但是他总而言之 这个收入就算没提上来 他的基数大呀 你总能卖出去啊 你的工厂 这个产能总有贡献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那印度那边的既然如果没有杀 没有弄这个杀猪盘 他还在学习你的技术 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于印度的影响力 会不会增加 你的企业 如果在印度 然后不管是从解决就业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创造税收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对于印度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而且还有 比如说 交给印度人在未来的这个新能源行业 能够占据一定的市场 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你对于印度的影响力会不会增加 这是什么 这是自信 对不对 首先自信 你得平视印度 不要一看到印度 啊杀猪盘吓死我了 对不对 不要去 不要去 如果有这种心态 你哪都去不了 对不对 记住两个字 自信 这是第一 看到他 为什么 然后的话 想要发展自己的国家 他也想要让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 他为什么自大 对不对 你看到了这一点啊 你也看到了富士康跑了 印度人想要发展新面行业 没成功 对不对 然后那新面行业不行 新能源行业你来 你来了之后去投资 如果杀猪盘 那没人再去了 两个行业 新面行业 新能源行业 这两个行业 你你印度人啊 都是啊抢别人的猪 直接杀了你吃 那就没人再去了 这是第一点 对于中国来说没大害 对于印度来说没发展 中国旁边的一个大国 印度没发展 哎 那中国对不对 那越来越强 中国越来越往上走 你印度也就这样了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印度肯定不想永远就维持这种状态 他也想要发展 就冲着那副自大的样子 看到这一点 第二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就是哎 印度 你如果说不杀猪 那我的这个企业进去投资了 而且比亚迪 不说全世界第一吧 咱们也不好说比亚迪 哎 是第二啊 比亚迪又就有这种能力 然后去印度投资 给印度 哎 然后的话 怎么着呢 就是说占了印度这个市场 你的技术比较先进嘛 然后的话 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总而言之 如果占到了印度这个市场 印度这个国家 对于中国的企业 依赖加重 印度跟中国翻脸一个事实哦 而且如果说印度跟中国的企业关系越来越近 其实背后也就代表着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 印度也没办法啊 与中国翻脸 那中国旁边的一个国家 一个大国 印度没办法与中国翻脸 大家想一想 那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有好处啊 再说不管印度是否是杀猪盘 对于中国来说 不说没有影响 其实都是有好处的事情了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大家也就能理解 比亚迪为什么去印度投资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来说 没有任何的坏处 只有好处 哪怕杀猪盘 对不对 被坑点钱 坑也坑不了多少 印度这次宣布的是10亿美元 而且是与印度当地的企业进行合资 你杀猪不仅杀的是中国的企业 你也得杀印度的企业 对不对 这个东西大家要看清楚哦 嘿嘿 总而言之吧 你大家看到中国的玩法 你不能说是聪明 你只能说真的是好厉害啊 不管怎么样 对于中国来说 那个结果都不差 可是呢 咱们就得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印度这个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刚才讲了 印度如果选择杀猪盘 也就是选择不发展 你在这个芯片领域 在新能源领域都出了 哎 杀猪盘的事情的话 你这个国家未来还谁投资啊 而且世界两大未来的行业 芯片与新能源 你都坑的话 你印度就这样嘛 对不对 你就 你就 你就啊 弄点鞋 造点鞋 对不对 造点裤子 就完事了 你这个国家 不要想啊 还有什么未来 永远的垃圾就行了 对不对 如果不杀猪 不杀猪 嘿嘿 不杀猪 那中国的企业比亚迪 在印度占出市场 你印度对于中国的依赖也会加深 所以说呢 不管怎么样 印度弱了 还是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 对于中国来说都有好处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啊 讲到这儿 这是印度的重要性 印度的重要性还在哪里 美日绕印啊 哈哈 这又要讲到中美博弈这一块了啊 中美博弈 印度对于美国来说 为什么也重要了 因为希望能够拉着印度与中国 与中国斗啊 然后印度 澳大利亚 然后呢 这个日本都在美日绕印 然后在这个算是第一岛链 再到印度洋这边 对于中国啊 形成包围之势啊 如果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 那你美日绕印还怎么做 如果印度杀猪盘证明自己是个垃圾 那印度永远的就这种状态下去了 那印度越来越弱 你美日绕印照样完蛋 大家发现没有 美国哪条路 他都跟中国都没法斗啊 大家真的是不用担心印度 你不管怎么说啊 中国从军事的角度上来说啊 哪怕是美绕印 对于中国的影响威胁都不大 之前跟大家讲过 无论是从藏南 还是从印度的西部 缅甸的角漂港 还有大科科群岛 都有中国的驻军 对不对 大科科岛那是租给中国人了 角漂港也是租给中国人了 中国在大科科岛 在角漂港都有自己的军舰 都有自己的驻军 印度敢跟中国翻脸 保证印度啊 有死无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两个方向可以对印度发起攻击 印度怎么办 军事方面想要跟中国斗 不可能 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斗玩法是什么 就把你扣住 我发展我自己 我好好的发展我自己 我保证你没有实力跟我斗 其实对美国 咱们也是这么玩的 对不对 不管是055的发展 052D的发展 歼20的发展 航空母舰的发展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中国啊 比如说距离中国近海 两三千公里的地方 我保证你美国打不过我 你打不过我之后 我再给你扣个环 对不对 给你一条路走 你跟我顶着来 伤害的是你 你跟我走得近 你听我的话 有力的是你 看印度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跟我中国顶着来 是吧 你跟我中国顶来 我中国的企业去那投资 你玩杀猪盘是吧 那行 就让你杀 杀完了之后赔点钱 不就是十个亿的美元吗 对不对 给你这十个亿美元 全给你 又如何 给了你之后 你还有什么 嗯 谁还去你那投资 你把自己的信用毁掉 谁还去你那投资 对不对 富士康跑了 然后的话咱们这边 比亚迪如果再跑了 谁还去你那投资 然后的话 你跟中国顶着来 伤害的是你的信用 你的经济起不来 你的经济起不来 你在我旁边越来越弱呀 这个世界 现在你还能是依赖谁 发展经济 欧洲人拿着钱来中国 来中国投资 不管是德国 法国英国 来中国投资的钱 增长那个效率 吓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比如说英国 这个今年第一季度 在中国的投资增长 都是百分之六百多呀 这个数据太吓人了 你说啊 比如说我增长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就已经很不错了 人家增长都是百分六百多的增长啊 那你说你 印度啊 你 你想要发展经济 你靠谁 你靠美国吗 美国能给你什么 是新能源还是什么呀 想美国想能够给你新变行业 是吧 不只刚跑了呀 你新变行业怎么发展呢 那那就跟中国吧 新能源行业 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 跟中国合不合作呀 你不跟中国合作 美国也失败 中国也失败 你找谁 你还要发展个毛啊 这就是印度的一个问题 你啊 行 你不发展 你就是永远垃圾下去 那你发展 那你发展 发展起来 那反正是芯片这一块 已经完蛋了 那我新能源去 新能源去 你要不要发展 啊 要发展是吧 要发展 你对于中国的企业 依赖加重的话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呢 这就是印度的未来 印度是这样 他没有 没有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可以走 对不对 你要是跟中国顶着来 你反而伤你自己 你要跟中国打仗 我保证你有死无活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跟中国顶着来 保证你一直往下去掉 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与中国合作呀 大家看一看 咱们这国家就是这样做事的 把基础做好 把方向做对 跟我顶着的 那不是我要伤害你 你是你跟你自己较之 台湾岛不是吗 台湾的出口40%多 依赖整个大陆的市场 你跟我顶着来是吧 贸易壁垒审查一下 我看你难不难受啊 对不对 你40%的市场依赖我呀 韩国韩国给我顶着来是吧 不用我出兵干他 现在韩国的GDP从第10 世界排名的第10 调到了第13 这我中国干他了吗 他自己倒霉啊 自己往死路上去跑啊 这就是结果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玩法 玩吗 只要做好了自己 你不跟我走 那是你不长眼 昨天是你说美国 他如何在这片区域 与中国斗吧 大家看一看 美国美国的美日澳印 五五油渣渣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组织美日澳印 他的发起原因是因为害怕中国 怕中国 你怕完中国 你绑定在一起 你你没有一个互利的一个基础 美日澳印如果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架构 经济的一个框架 没有任何的问题 印度有大豪的市场 日本的企业可以啊 去印度去卖 每个的企业可以去印度去卖 可是印度人不愿意 对不对 因为你们只把印度当市场 当商品的倾销地啊 你说印度人 为什么跟美国的合作 每一次都扭扭捏捏 原因也是在这儿 你包含 为什么印度的 印度之前对于中国的企业 也采取了一些啊 非常不理性的事情 原因其实也在这儿 印度自己制造能力太差 如果说啊 放任你的企业在这儿做生意的话 他就没有印度企业了 他的市场全给你占了 他就成为你的殖民地了 印度人也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说基于印度人的这种自大的这种特点 对不对 联合五 这个互联网五常的啊 这个这个特点 所以说也能够看得出来 印度他没有办法完全的依赖向哪一方 那没有办法的话 那你的美日澳印 没有互利的一个性质 对不对 没有互利的性质 你怎么样保证在这个联盟的体系里面 你好我也好呢 本身你把印度框进来啊 对不对 就想啊 也不也不发展印度的经济 就把印度当市场 印度本身就跟你离心离德 然后的话 那那行 不把印度当市场 大家还绑定在一起 那在哪些行业方面 你能够把印度扶起来呢 芯片行业 你扶得起来吗 对不对 刚才说了吗 富士康跑掉了吗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这个你这个组织没有能力让盟友与盟友大家一起好 对不对 你好我也好 大家一起发大财 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这个组织会越来越弱的 而且互相消耗 而且你的基础是害怕中国 害怕中国的话 那谁先上啊 谁第一个面对中国 谁第一个被中国收拾啊 谁第一个被收拾 谁倒霉 对不对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结果呀 这就是美国想要利用印度与中国对抗啊 美日澳印印太战略 不可能成功的点 那中美博弈就冲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下去 大家想象一下 美国怎么斗 你看印度 对不对 就拿印度这事 没有别的路了 只有一条路 不跟中国合作新能源行业 芯片行业没做起来 那印度有未来吗 没有未来挺好 中国旁边一个国家弱了 非得要跟我中国顶着来 要配合美国美日澳印 那他弱了 那伤害我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还是还是越来越低呢 行 印度想要发展 不杀猪盘 配合我中国的企业比亚迪 在那投资做做工厂 对不对 可不可以可以啊 那比亚迪起来了 那他对于我中国的依赖会加深呢 对不对 你说哪条路美国能成 这就是问题啊 美国怎么办 美国怎么办 中美博弈正在往哪个方向 去发展的 当从比亚迪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与中国的博弈 未来正在往哪个趋势去走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我把我自己做好了 然后的话 我咱们一起发大财 对不对 我给大家带来基建的能力 大家有了基建 有了工厂 有了就业 有了消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中国的商品又能卖给你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互利的一个模式 可是呢 美国印度 哎 你如何打破这个模式啊 杀猪盘更可怕呢 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可怕呢 当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所以说大家不用去担心印度阿比亚迪 给印度的投资啊 咱们只需要等着看就行了 看印度的表现 不管盘哪种表现 是杀猪还是不杀猪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好事啊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